國民黨不是煞車皮啊 我們是雷神之鎚啊 好不好 我們要來破除這個 非核家園的神主牌 炮轟全台電力不穩 要民進黨別再捧著 非核家園神主牌 葛如君直接把道具拿出來 我們的電力 減少了 如果我們真的再發生 大跳電 在座的四位 有沒有人要負責下台啊 有沒有人願意負責下台 10號教育文化委員會 排審核子反應器管制法 國民黨團也祭出 假期動員令 要為核電研議解套 把這五年的期限拿掉 但事實上真的是 其實為民黨政府解套 如果今天修法通過了以後 核三廠一號基礎 有沒有研議的條件跟空間 目前沒辦法估計 這個還是要由台電先來做評估 在野黨朝缺電危機猛打 而原本核電廠運轉執照 有效期間 目前最長是40年 國民黨打算再延20年 另外如果要申請執照審核 根據現行法規 得在有效期間前 5到15年進行換照申請 也要提案破除限制 不過核案會也站穩立場 核三一號基會恢復 必須依法停機 必須依法停機 再次喊話柯真昭偉 今天真的不該進入法條審查 巡達結束 我覺得就應該散會 放過人民 放過台灣 尊重專業 民進黨也全力回擊 目前核能法案有三種可能 國民黨以人數優勢三獨闖關 又或是送出委員會 留待下會期處理 但也憂心能否實質審查 機率較低 但核能的議題重中之重 面對修法經濟部強調尊重 台電也說配合執行 核管法朝野戰火煙燒 還有一番腥風邪雨要面對